99、經濟日報 電業自由化台內阿尼壽惠政院力推新法康 2015年7月18日上市貴公司B5高航台北報道行政院日前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 力推電業自由化台內1101旗下和平電力有望擺脫台電合約約束全時斷秀電 加上旗下水泥廠及港口可購買自家電力 發揮集團中校 有助擴大營收及獲利 阿尼也因擁有交惠電廠大幅受惠 政府力推電業自由化 新修訂電業法有望上路 未來賣電不會再由台電專營 初步鬆綁國內用電帶會可向民營電廠購電 水泥雙紅台內及哈尼旗下均設有電廠 預期聯米受惠該項政策行利 台內股價作一七日收39.8元 以評判作收 台內旗下和平電力現有二座發電機組 年發電量1320mw 為東部最大發電廠 台內副總經理黃建強表示 和平電力受現階段受限台電合約 再保證時段發電一定得授予台電 非保證時段台電不一定購買 但和平電廠發電不能轉賣 不過 電力自由化後將回歸市場機制 和平電廠可止行決定售價和售電對象 有機會擴大營收與獲利 和平電廠為民間經營 發電成本較台電為低 售價便宜 具備市場競爭優勢 黃建強指出 未來東部用電大戶如永鋒 如旗下中華紙張 台緊 台肥等 都有機會因成本考量直接轉向和平電廠購電 前 台電電力專賣拳打破後 台泥旗下水泥廠或港口也可轉向自家電廠購買 發揮集團中後愛 也因台電電價往往較貴 可達轉折成本效果 有助無利率堆勝 和平電力向來市台泥旗下金計 去2014年營收184.12億元 稅後順益62.25億元 台泥持有其60%股權計算 去年入駐台泥獲利37.35億元 貢獻每股稅後順益1元 和平電廠今年營運預期持穩 待電業發正式鬆綁後 將發揮更大效益 阿泥旗下位在嘉義文雄的家衛電廠擁有1座年發電量670兆瓦 百萬度 機組 後續市場鎖定南部地區用電大戶 去年營收98.05億元 稅後順益7.83億元 而阿泥持有其59.5%股權計算 去年貢獻阿泥稅順益4.66億元 比任何物質地利用來看 阿泥尼